女孩深夜独居在家 突然门外有人敲门 女孩胆大地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个五眼男 这可把斯凯吓了一条 斯凯手拿烧火棍 将五眼男放进了屋内 他很好奇 你是怎么看到我 五眼男笑了 因为我看东西的方式和你们不一样吧 你们用眼看 我用心看 行吧 让你装到了 斯凯从之后与五眼男的对话中得知 五眼男也是被泰瑞水晶觉醒的意义 他五眼的状态只是觉醒标志吧 但是他却获得了随意闪现 用意识感知事物的本力 随后五眼男告诉斯凯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 觉醒的艺人都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那里没有纷争 没有骑士 会有专人指导你 掌握自己的天资 但你不要害怕 我们不会抢过任何人去那个地方 只要你愿意 我们随时可以接你过去 那么斯凯不愿意过去 他陷入了纠结 与此同时 神盾局总部高层 得知了斯凯觉醒的异能 对于这个不稳定因素 高层决定将他关起来 甚至就连科尔森都无法阻止高层的行动 梅只能连忙联系斯凯 让他赶紧离开 来不及多想 梅是不会骗他的 他赶紧冲出了房间 躲进了森林 他前脚刚抖 后脚大批 神盾局特工就出现在了屋外 斯凯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 看到斯凯后 一名男特工直接开枪 却被斯凯用异能挡开 特工们也被斯凯散发出的震荡波先飞 大树也被击地粉碎 残肢败叶插进了特工的体内 原本织繁叶茂的树林 瞬间变成了荒芜 这是斯凯第一次对人使用异能 而且是曾经的队友 斯凯很是恐惧 他想逃离这一切 于是呼叫了戈登 戈登一个拥抱 摆到了一人世界 而这里的女首领 竟然是斯凯的母亲 那个跟怀特博士大卸八块的女 原来女人自从接触方尖杯之后 不仅获得了永生的力量 而且能够吸收别人的生命力为己所用 所以在被博士大卸八块后 他献起了生命 而这个地方也是他一手建立的 艺人们都是他去招募的 每个人都是女人为王 在这里没有战争 只有和平 但是汉斯平和的背后 却隐藏着巨大的阴谋 而这平和的状态 也将从神盾局高层 因为斯凯而来谈判而发生人变 混淆